好也是生活话题来关心你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嘛 这家湿木鱼粥呢在台北大学附近挺有名的 很多问奖都非常喜欢 不过有民众投诉也拍下了这一幕 老板是蹲在路边杀鱼 那么杀完之后呢往个篮子一丢 有些鱼没有丢准掉了出来碰到地面 民众怀疑这样煮出来的湿木鱼粥还能吃吗 早上八点多台北知名的湿木鱼粥店 挤得满满满各个张大口 一口鲜汤一口热粥 在台北大学旁的排队美食 就民众投诉 店家就蹲在路旁准备食材 看得让人使不下夜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记者隔一天一早六点多来到店门口 下着雨天气冷嗖嗖 店员已经换好工作服 有人搬来一整箱的湿木鱼 先用清水洗过 接着一尾一尾拿着鸡刮除鱼鳞 只是处理完的鱼就丢在一旁的篮子内 看仔细了 篮子下面有任何物品直接和地面接触 后头还有人接手去头去尾 这还没有完 接着第三个人接手 把鱼的内脏清除 接着把鱼肉一尾一尾丢到路旁的篮子存放 越跌越高甚至还有鱼肉 因此掉落到一旁的地板上 鱼水夹杂泥土 现在倒那个水 它有用篮子接着 通通处理完后 老板带着员工开始清扫 把满地的鱼鳞集中丢到垃圾袋 但是地面上残余的扫不掉的 直接用水冲掉 鱼队民众用手机拍下刚端上来的热粥 抱怨里头还有鱼鳞 也难怪被质疑 这样的食物还吃得下吗 这是杨春泉游文奇 看不到